Clammler Handstripe 手带 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Clammler Handstripe 的手带 因為之前我很想買這個 不過常常是 Sony 本身的 這個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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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配不上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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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這顆就是Pick Design,這顆就是Sony跟機的 這樣試一下 首先,先把之前的Stripe拆出來 先把它套進去 先扣回這個方向 然後把這條帶放進去 然後再扣回這個方向 好處是可以因應這條帶的送緊 你就可以自行去拉緊,配合自己手的尺寸 另一邊呢,就是有這個Plate 就去看你自己去調整 看情況,上面的話就可能會鬆一點 下面呢,就要試一個多月 我現在試一下雙條帶,就放在下面 然後這裡,扣回 好,試一下手感 先試一下,扣回一下,就這麼累 這裡可以調整 摸到OK,這樣拿著 那這個,想試一下調了上去,看看有什麼效果 應該就要換了它,就好一點 那個Plate變得太多扣得到 那這個Plate 最後把現在的表面再購出 然後放在下面的表面 然後再放在上面 這個再放在上面 還要再放在上面 這個Plate就有放在上面 這個位置,它就放在上面 哪個位置,我的手機就是放在上面 其實這個Plate可以換別的 不過這樣就少了一點 我就換上去 上面這個洞 接著再 接上去 再試一下 看得舒服一點 唯一這個設計 好像每個人都沒想到 因為是收回去 繩帶著 拿著 鬆了 舒服一點 好 試一下 這個就不要 放在直度上 首先 直度 放在直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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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過去 下個 這個 好 再扣回 直接 這個呢,原來是很鬆的 手大的,我想就會對 那這裏比較短短的 又好又不好,試試不要這個 這個,我先撐出來 這個我就再扣下去 然後再扣一下 那這裏開始緊了,再鬆一點 這樣就舒服好多了,手按 整個拿著,不錯 整件事這樣拿著去拍攝了 手可以不用這樣,好像這樣 那累了,所以在下面的感覺比較好 那這裏可以鬆一點,可能喜歡就 喜歡就斜一點 好,所以這裏也不錯 這個設計,至少可以解決到有時候 手不太累了 今天,希望Sony 又想用這個帶子 就知道了 其實它有一顆扣位是可以給你換上去的 變成可以用回P-design 如果喜歡P-design 就可以用回 就這樣,拜拜 拜拜